我现在在家就跟他第二个妈一样 真的太累了 我觉得他太脆毛求疵了 我怎么做他都不满意 他大了小小的事情都要问别人意见 没有一点主见 我真求见的意见难道有错吗 他自己就是一个巨婴 还一直跟我说要孩子 我怎么敢跟他生孩子呢 掌声有请这一队有请 男嘉宾29岁来自重庆 萧瘦女嘉宾王女士28岁来自四川 售货员 来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结婚几年了 结婚一年半了 婚前是个大男人是吧 婚后是个大巨婴是吧 对 就结婚前吧 他对我特别照顾 然后特别体贴 就那时候我们住在成都 就住的是那种老小区嘛 上班吧就特别累 下班以后我就不想哈喽 然后就让他背我 他就每次都背我 然后问他累不累 七楼他也说不累 每次肚子疼的时候 他也是特别紧张 然后就给我找药啊 找红汤水啊 然后一不停地揉肚子 我就觉得他都很好 特别体贴 特别关心我 所以就要嫁给他是吧 对 谈了多久结的婚啊 谈了两年多 谁提出的结婚呢 我提的 因为开开心心的结了婚了嘛 对吧 咱主要说婚后吧 什么样的冲突和矛盾 怎么就变成一个什么宝宝了呢 结了婚以后吧 我才发现 根本就不是之前婚前的那样嘛 他就是那种一点都不成熟 然后没有责任心 没有上进心 然后还特别没有组件 然后对我也不关心了 哇 这个结婚怎么就把一个人 就变成这样了 当初觉得是不是错了 我就特别后悔 然后经常因为一些小事 争吵不断 而且每次吵架吧 他都会可以把我说得哑口无言 我就觉得特别委屈 你说说具体的好不好 就先说他自己的那个生活 他都不能自理 就之前让他帮忙洗碗嘛 他就把那个锅啊碗啊 直接放在那个罩台上面写 那罩台是生活的地方啊 你怎么能洗碗啊 然后跟他说他也不清楚 当我收拾的时候 我每次都是这样 当我收拾完了之后 我也会把罩台这些处理好的 那那个水泡不到处的事 如果说他收拾好了 我还会说吗 他每次都是这样的 行 而且他从来都不会 洗碗洗的不合规是吧 他从来都不会主动做家务 然后我就是有点洁癖的那种嘛 但是他都是那种 你不做就算了吧 那你应该追求我的脑动成果呀 他经常一回家嘛 然后就那个鞋子 也不放在那个鞋架上面 那个地就到处都是离了 我那个温馨也白做了 衣服啊 东西啊 什么都往那个沙发上扔 然后那个沙发上都没办法做了 这个让你觉得 他不尊重你的劳动成果啊 是吧 对 本来他就不主动做家务啊 我做了你就应该珍惜啊 那你为什么还要那样啊 而且他连洗头洗澡这些事情啊 都要我每天去催他 他都不想洗头都不洗 有时候上班很累的 两天 或者像冬天的时候两天 甚至有时候可能三天 洗洗澡 我觉得没有问题啊 上班这么累 每天晚上回来吃完饭 洗出来就根本想休息 有时候都根本不想动 这也不叫不能自理吧 就是需要你督促嘛 这姑娘这事我觉得真不大哎 而且他对我吧 也不关心 经常朋友圈吧 我发的动态 太重要没看见 也不点赞 也不评论 但其他的 我们共同的好友嘛 他就是 不管人家发什么 他都会点赞评论 而且聊得多远 那上班的时候 我总不可能随时把手机 都拿着刷朋友圈吧 我总得工作啊 休息时间 那为什么好友发你就点 那刚好碰上了 我有什么办法 就是 那我跟我朋友 几乎同时发的 也没看见吗 那种 埋怨我的那种 你说我看见了 我怎么好 只有回来跟你解释 或者哄一哄 那我发的习 他你也装说没看见啊 哎 您把微信关了吧 就为这点事儿至于的嘛 还哭 我一听 洗个碗 袜子怎么摆 不是 还有之前 我跟我朋友出去 自驾游嘛 然后一回来 打开门一看 我天啊 这是我家吗 我真怀疑 我是不是走错了 那门口全是行 然后地上 特别这样 到处都是 什么那个饮料瓶啊 垃圾啊 到处都是 那厕所 洗头的那个毛巾 浴巾 都不晾起来 都发收了 然后沙发上也全都是 脏衣服啊 东西啊 耳机啊 这些啊 床上也是 乱成狗窝一样 咋了呢 不影响过日子呀 让它收了不就得了吗 耳朵揪过来收 但家本来就是一个应该整洁的地方啊 家应该就是一个很温馨的地方啊 家应该是个什么地方 生活的地方 像猪圈一样 你也能接受 对不对 我觉得不像猪圈 这是我们说的嘛 在你眼里可能是特别大的事 在他眼里可能就不是个事 知道吧 但每次跟他说吧 他都说改 但每次他都不改 行 咱再往下说 还有什么让您心里不舒服的 在生活中吧 他也是一个没有组建的人 就是比如说出去我们要走哪儿去啊 就订酒店啊 订票这些 他也是依赖我 我做的安排你不是都不满意吗 出去玩为了开心 我安排的你都不满意 那到最后两人吵架 那还怎么玩 你做了哪些具体工作啊 那比如说要订酒店 会觉得你选择这个 要么远啊 要么环境不怎么好啊 那我只有让他做决定 让他选喜欢的 那你应该提前做好攻略呀 就是男生做的事你并不满意 是这意思吧 是的 所以你认为他这个自主能力比较差 或者叫自理能力比较差 是吧 那平常就比如说买衣服啊 他很多衣服都是我买嘛 有时候他妈妈就觉得 他那件衣服应该买衣服了 怎么又扯到妈妈了 他就是那种没有组建的人啊 没组建啊 就问他妈妈的意见 或者问姐姐的意见 然后找工作也是 之前那个工作就特别累 他要换工作 但是只会说 不会做出行动 然后也一直就等着 那代价多大 等着他的妈啊 等着他姐夫 给他安排 给他找 他们都是过来人 他们经验肯定比我丰富 行 你说白了 咨询一下他们的意见 你在工作问题上比较依靠家里 你承认不就完了吗 就什么呀 我承认啊 那不就完了吗 那你还强词夺理了 我只是我觉得这没有什么错嘛 什么事情他都是这样 他觉得他自己没错 他自己什么都对他 就那种 行 你跟他说他也不会改 咱也改造不了一个人啊 还有别的让你心里不舒服 而且去年九月份的时候 我被查出公外孕嘛 然后要做手术 他每次就移到医院嘛 然后他就往那边床上一躺一坐 然后就拿出手机看游戏直播 我真不知道他来医院干嘛的 好 这个解释一下 他刚住院的前面段时间 没有做手术 那段时间其实 他自己也挺放松的 那我还是个孕妇啊 我情绪不太稳定啊 我需要你陪啊 我需要去环境那种恐惧啊 我天天都在医院陪着你的嘛 跟你说话 那你陪着你就是拿出手机 看游戏直播陪我吗 你回答呀 你不是能说吗 你承认在他入院期间 你一直在看游戏直播吗 没有 我有陪着他 而且给他回家 给他做饭 给他带过去 他做的饭特别难吃 我让他下载一个那个厨房APP吧 就是学 他也不会 所以你们俩真是绝配啊 我跟你说 你看那说话方式都是一样的 后来怎么样啊 就出院那天 本来吃完午饭就可以出院了嘛 就高高兴兴地出院 然后回家好好养吧 那天嘛 就中午 我都还没吃饭 就因为我手机密码的事情 他让我把密码给他 我说我先把密码解除 你直接把手机拿去就好了呀 然后他就因为这个事情 给我吵起来 然后一点都不让我 当着密码那么多人面 然后说我 而且我刚做完手术 然后我就 我就不想跟他吵 我就跑出去了 然后他也不管我 然后也没给我打电话 也没来找我 我跟我妈妈在医院附近 找你都没找到 还到处问 人家有说哪个厢底 刚才有从哪个通道走出去 我们到处找都没找到 那你就不知道给我打电话呢 电话来了干嘛呢呀 我给你打电话你没接 后面是我妈给你打的 你一直都是妈妈打的 你根本一个电话都没打 行 这就算出院了是吧 就因为在公外孕期间 他的这个表现 你觉得日子过不下去了是吗 然后觉得他特别没有责任心 一点都不成熟 他现在还想让我给他生孩子 他自己都是一个孩子 自己都照顾不好 那我还生孩子 生了孩子 还不是我自己照顾 那我不是照顾两个孩子吗 本来我现在过的就是那种三号次婚姻 我在他生活中的角色不是他的妻子 我觉得我就是一个保姆 我生了第二个妈 人家保姆还有工资 我是工资都没有 所以你今天来的目的是 我就想让他 就是担起他的责任 他一个已婚男人应该有的那种责任 把你要提的要求提出来 生活中你必须要主动分担家务 就是学会做饭 改掉生活中那些不好的习惯 对我多关心一点 然后多陪我 多关心多陪我 比如说过节啊这些 还是要有礼物的 变得程序一点 不要什么都依靠家人 依靠别人 自己要有要有组件 自己要学会思考 就现在你以后你自己的人生规划 你应该自己好好想一想 不要去依赖别人 现在他说了啊 他希望你变化 你觉得你能变吗 其实他说的大多数我都能做到 我只是想 他在批评我的时候 温柔一点 不要像凶小孩子一样 对男人的要求我们知道了吗 接下来更具体 在财务上你有什么想法吗 就每个月可以 固定上交多少钱 这个钱是拿来 固定上交多少钱 咱具体化 八百到一千吧 挣多少 每个月除了其他支出的话 能剩三四千块钱 什么叫其他支出剩三四千 我问你工资挣多少 五千多块钱 交一千块钱行不行 行 但是我还是有点想法 你有什么想法 之前他有提过 其实我说的是 我说我们共同拿一张卡出来 我们都把钱放里边 都不动 我说密码我也得知道 但他不同意 为啥不同意 因为我觉得我每个月 我可以存比他多个钱 你们别老觉得好不好 你们过日子别自以为是 你们大概在所有的家庭问题上面 或者共同生活的问题上面 都各持己见 永远达不成统一 结婚这件事是你们统一的 是吧 刚开始结婚的时候 我父母是不同意的 反对的 你看 这事也被你推翻了 又是你非要跟人家结婚的 所以这事多拧吧呀 来吧 接下来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2018年某经济大省 一共有五万对夫妻离婚 排在第一名的离婚理由 占34.21% 并不是出轨等重大原则性问题 而是生活琐碎 就是这些生活小事 磨碎了婚姻当中 所有的爱与激情 为什么要选择 离开这样的婚姻 第一 经济上他并不依赖你 第二 生活上 他觉得他现在在承担保姆的工作 第三 精神上 他对你没有依靠 因为在他看来 你所有的自己的事情 都还需要妈妈来做帮助 那我的事情 更没有必要询问你的意见 第四 情感上没有依托 我在公外孕的时候 我没有感受到 你对我的爱和关怀 尽管你做了 但是我 没有感受到 当我结束掉这样一段婚姻 我会比身处其中 过得更好 我没有你 没有你的生活 没有你的日子 我照样可以吃我的饭 赚我的钱 过我的日子 而且我还不用收拾这个屋子 不用给人家做保姆 我没有签 没有挂 我可以完完全全地重新开始 我不管说 经济方面怎么样去处理 但是情感上 你要给他依托 因为现在 大部分的女性 都是经济独立的 你要给我爱啊 你只要爱我 你就会去 做这个家务 你只要爱我 你就会心疼我 你就不会看游戏直播 对于女士来讲 你的问题 就是你 要求的太多 很多东西他不是没做 那个饭他做了 你嫌他做的不好吃吗 那个碗他洗了 你嫌他洗的不对地方吗 所以你自己的问题 就是你一直活在 自己的一个规则当中 只要他不按照你的规则 那你就是对我不好 自己也要进行调整 所以这就是一个 相互磨合的过程 你们之前异地 然后忽然间又结婚 这个磨合的过程 还没有磨合好 所以现在跑到婚内来磨合 我不是威严耸听 如果你们两个 不各自调整 我刚才说的问题 你们将成为 那五万对夫妻当中的一员 祝福你们 谢谢 好 谢谢苏杨老师 来 去坐 女孩说婚前婚后 男孩像是换了一个人 以前是大男人 现在是大巨婴 真是这一纸婚约 就能把一个人 彻底地给颠覆了吗 最关键的就是 做手术期间 你觉得自己受到伤害 但他没给你足够的 那种关怀照顾 所以那你会觉得 他种种的不是 都会放大 你觉得他种种不行 其实根源就是 你心中有怨气 由于你的怨气 对他加以戒备 就不信任 所以连密码都不愿意告诉他 我相信他以前 虽然能背你上七层 但是他一样 也不怎么去做家务 他没有变 变得是你看他的眼光 我相信他在你生命期间 他不只是总在看手机 一定不是 但是你放大了 那些所有他的问题 放下怨气也好吗 当你用负面的情绪 去影响你生活 你看谁都是不顺眼的 同样你的 公外运那件事情 他有没有受到伤害呢 同样有 他有怪你吗 没有 把那个怨气放下 重新审视它 它一定会变得不一样 就这样 好 谢谢曲总 来 沙大老师 你们现在两个人 有一个共同的问题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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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们在一起挺不容易的 别人边上的人其实对我们都不是很赞同 因为就觉得我俩性格都是相冲的 包括到结婚你爸妈都不赞同 其实你选择我我知道你做出了很大的妥协 心里面也挺挣扎的 你选择我真的挺不容易 但我有时候性格的确是太冲了 有时候听着你唠叨我 我有时候会反驳你 然后我们就会吵起来 在以后的生活当中 我会更加地让着你多替你分担家务的 我们好好一起生活 回去不要再吵了 好吗 我知道我脾气有时候确实有点大 然后对你缺少耐心 但是 我上以后在生活中 对你要求不那么严了 然后稍微的 调整一下自己的那个脾气 来 时间到啊 喝知识 长知识 保外爱情 靠知识 现在我们一起来打开 俊乐堡 长知识了 爱的记忆箱 来请开箱 啥意思啊 就是说 他不是想要孩子嘛 我就觉得如果说 他能够真的成熟起来 然后多替我分担 然后那个来嘴就留着 以后咱们孩子用 要是如果还是这样 我们俩一直都在争吵不断的话 那那个来嘴 他就继续留着用 贝子啊 是我妈做的 做了挺久了 就希望如果有孩子的话 尽快给他用上去 虽然在很多角度上面不一样 但是有一个认知 我相信我们都是相同的 求求你们现在千万别急着要孩子 行吗 要 千万别急着要孩子 真是拜托两位了 请回吧 谢谢你们 来 请关门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大家登录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 爱奇艺 搜狐视频 观看我们节目的完整视频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对年轻人自己的选择 请开门 来 站那儿 站那儿 今天他是这么个态度 因为你应该了解他 你觉得他是警告你 你不变我真的会走 还是说他已经下定决心要走 如果我改变不了 或者不能变成他想要的样子的话 他真的会走的 那你觉得你变得成吗 试着改变自己吧 我相信你一定变得成 我们不可能按照任何一个要求来改变我们自己 但我真的不想让他走啊 那那是你的问题 不想让他走 那是你的问题 快乐是你的问题 跟我们没关 谢谢你的分享 请回